滾滾长江 东逝水 浪花淘尽 英雄 是非成败 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百大鱼桥江珠上 观看秋月春风 一虎啄酒喜香风 古今多少事都赴笑谈中 张仔呢在他的这个周礼啊 他的这个篇章的一个名字叫周礼 在周礼当中呢 他还提到了他的一些观点 那么比方说 他对北圣的时候明街 我说的是明街 他对这个鬼神的一些看法 因为在当时呢 那么并不是说所有的 我们现在说封界迷信活动 好像封界社会都很迷信 像张仔他是政府的官员 而且他是一个文人 而且呢他的看法 是以批判精神看待鬼神的 也就是说我们看起来是说 其实好像封界迷信活动 好像迷信活动和封界社会 他是两码事 应该分别来看对吧 因为张仔他是不是一个人 他是不是北宋的一个人 北宋是不是封界社会 那么封界社会 是不是迷信的一种社会形态呢 那也就是说张仔 存在于迷信社会呢 张仔得出的结论肯定是什么 封界社会当中的人呢 肯定是也是很迷信的一个人 是吧 你按照这个推断来说 十有八九这个人就被这样定性了 实际上真的如此吗 实际上不是的 我们所说的鬼神跟 上古时期 真正的上古时期啊 不是贤文威道所说的上古时期 是两回事 到了后来因为鬼神已经被神化了 那么张仔所说的 在他所生活的时代 北宋这个时候 明杰对鬼神的这种崇拜和 痴迷程度已经到了一种不可理喻的状态 他在周里 翻回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篇章 他在周里当中就记述了这么一个事情 就是说在山里边的很多人都 信鬼神 信到了什么程度呢 信到了就是说 对一些比如说 呃 法令法规 政令政策 上面颁布那些东西 大家可以 呃 无所谓可以听到也可以 不听可以去做也可以不去做 那么但是到了这个 如果有鬼神这个事情出来的话 比如说有人去讲这么一个事情 在当地有点威望的人去说一说去讲一讲 那么信之十有八九啊 大大多数像是信的 那么在这个用周里来看的话 那十十四啊 以为下一 就是说如果说 你的威望权利或者说一种政策法规 十个人里面有啊 我打个具体的不恰当的比方 大而化之的话 那可以说的很大 但是如果说我们就拿人类比方 十个人有四个人啊 对你这个东西表示无所谓的话 那这个东西可能已经真的无所谓了 啊不是说十个人有六个人 或者五个人 那么他是说四个人 十有四啊 他这么说的 那换成我们现在的话来讲 就是说这个东西如果说很多人 穷体当中的一少部分人 啊不是凤毛麟角 不是十个人里面有一个人啊 百分之四十的这个 占比的话已经对你 没有这种就是说他老百姓对你 没有这种啊 寄予厚望或者说不想无所谓的话 这个东西已经失去了它的价值 对吧 那在北宋的时候 那在北宋的时候 张仔就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判断 所以说呃他说呢 这个导致这些现象的原因 实际上那么还是出自 自于这个就是人民民街人民啊老百姓 对他自己的这种呃 申诉得不到啊 呃政府和一些政策的民用的肯定 而做不到一些自己能够呃 让自己的生活啊各方面得以这个 对吧生活起居 得到这个一些很好的帮助啊 对于社会各个阶层来讲 所以说呢大家觉得那与其这样啊 还不如 呃另想办法 另想办法就是生之与神啊 啊就什么办法呢 就这个办法 就是我 就是 不知道怎么才能好 反正上面对我们来来讲是压力特别大 所以呢我想到有个办法 就是求助于神明 那么这种神明我们管不管用 呃那是另一回事 那我们现在单单谈到的是 他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的办法 那么但是这样的人 十个人里面有四个人已经这样想了 那对于周理啊而言 那已经是